字幕繁星 你好 沒關係 今天呢 我剛剛 我剛剛聽到一些訊息 因為我的視頻太模糊了 現在看得到了嗎 因為呢,我不想讓你們沒有學會這個妝 嗨,你們大家好,不好意思喔,我現在馬上卸妝 因為我聽到大家的Feedback了 我自己剛剛看到那個妝好像很模糊對不對 I'm so sorry about it 所以我現在馬上用我最愛的Be Fussy Be Fussy,我今天呢,我趕快 因為我就不讓Semi老師來陪我了 我自己這樣子看 所以 Everyone, can you hear me? 可以嗎? 讓我知道你有看到我喔 我現在是從現在 然後你可以看清楚嗎? 我現在的螢幕是清楚的嗎?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因為我剛剛是用公司的Wi-Fi 最近公司Wi-Fi都怪怪 A little weird about the Wi-Fi 現在是清楚的嗎? 有清楚嗎?有看到我的斑點嗎? 哈哈哈哈 有看到我的皺紋嗎?現在清楚了嗎? 好,OK 因為我現在直接用手機的 嗯,我用手機的那個畫面 所以給我一點時間好嗎? 我現在馬上卸妝給大家看 真的很不好意思 誰說 Amii Da すみません 我趕快卸完妝 你知道嗎? 我是一個追求完美的 你知道處女座就是有這種可憐 就是一聽到有人說 真的看不到這個妝 然後真的就是 沒有太 沒有很清楚的看到 我覺得很 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完美 尤其是在工作上面 我一定要讓你們大家知道這個妝怎麼化 所以 二話不多說我現在馬上卸妝 我真的卸妝卸很快 我不會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 我很快速的 如果你們今天呢 想要吃飯的人 你可以邊吃飯邊看我直播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時間不夠 你可能在工作 If you are working Don't worry 等一下呢 我也會把它放到我的那個 Instagram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重新看一下 Q3的Grooming 到底該怎麼化 好 所以呢我現在先把它卸妝 卸完了 好 所以呢我現在就不搞笑了 我現在是真的很認真的要 把我的妝完成 好嗎? 所以呢 一樣先用激光水 永遠的 產品 就是一定要先從激光水開始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也會 重新再來一次這一個 我們等一下會畫的是我們的Q3 Grooming Guideline 這個Q3 Grooming Guideline 因為呢 我們沒有就是 還沒有發出我們的 Videos出來 所以I'm so sorry 안녕하세요 Aibora Aibora Please Learn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重新再開一次直播嗎? 因為剛剛 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所以呢我現在要把 這個妝重新畫一次給大家看 Q3 Grooming Guideline OK 這個叫做 Smiling Eyes 也就是Doggy Eyes 好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我現在先把我的 那我現在就還不要畫底妝 等一下我底妝再畫 我先從眼睛的部分開始 因為剛剛有人說我們眼睛沒有看到 沒有關係 你選擇任何一個 任何any color 尤其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這個是比較shimmery的 就是有一點珠光 有一點sparkling的這個顏色 好 我們就直接 放在我們的眼睛上面 好 我們直接 你可以用手就好了 OK 嗨 來唯妻 唯妻 唯妻 歡迎 不好意思 我現在不搞笑囉 我現在是要很認真 說不搞笑其實是一直在搞笑 我很認真 畫Q3 grooming 剛才給你們看 這個呢 先用一個淺色的顏色打底 好 淺色的顏色的打底 妳這樣打底之後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個粉紅色的 尤其是這個口袋眼影盤 這口袋眼影盤真的好漂亮 這個是我就是剛剛也是 隨便選的一個眼影盤 但这个眼影盘已经是在我的包包里面放很久了 因为它任何一个肤色 任何一个女生都适用 你看到这样很亮的 尤其这个浅色的眼影 好 接下来呢 先打底完之后 我们拿出一只小刷子 如果你不是双眼皮的女生 如果你没有双眼皮 没有关系 你先知道自己要打底在什么地方 你把这个底打好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咖啡色 这个好吗 一个咖啡色 咖啡色之后呢 我们把它来 你们随时告诉我 如果你看不清楚哦 如果我的那个网路 不清楚的话 请你告诉我 等一下我会去找IT 问一下为什么 看不清楚 好 把它画一半 好不好 把它先画到一半 还不用晕开哦 好嘞 把它画一半 画一半 都不用紧张 你会画歪 你就画一半 这样可以吗 画一半 好 然后用你的无名指 直接把它这样子左右来回晕开 因为呢 你刚刚已经有先打底了 所以那个粉红色已经是一个打底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颜色把它轻轻的晕开 把这个界线晕开就好了 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现在可以直接发问哦 哦 我如果那个刚刚的画面不清楚 直接告诉我 有没有不清楚 好 所以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我们就可以打底 好 重点来咯 今天的重点要有那种小狗眼的眼睛 现在非常清楚哦 婷婷不好意思哦 你刚刚跟我讲 可是我 因为我自己现在这样看 我一直看我镜头是清楚的 你看哦 我长一颗痘痘 真的是哦 表示我还年轻哦 对不对 好 好 你看一下 这个 眼线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 这边 很重要哦 就是下眼影的这个地方 要把它画出来是有感觉 眼睛是往下 然后是无辜的感觉 就看起来是很可爱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用什么颜色 用这个颜色 一样的 刚刚的 上面这个颜色 好 来咯 那我现在要 很认真地近距离给你们看咯 来咯 这边 拉平的 拉平的 有没有 然后再把上面 合起来 把它这样子 看得到吗 我们今天要让今天的眼睛 看起来就是 你不笑 都看起来是在笑的眼睛 刚刚我已经唱过歌了 所以我现在不浪费时间唱歌了 呵呵呵呵呵 好吗 可以吗 看得到吗 可以吼 谢谢你们给我feedback 这样子我才能真的 让你们可以知道 哪里做得不好 好 这边也是哦 很快 其实Grooming Guide Night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今天 可能我们也不晓得 到底什么时候 不用戴口罩 但是呢 口罩就是戴着的时候 眼睛还是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眼睛是可以微笑的 这叫做微笑眼 然后英文就叫Doggy Eyes 就是看起来很像一个无辜的小狗狗 小狗狗 犬犬犬犬犬犬 OK嗎?可以嗎?這樣看得清楚嗎? 那你就可以開始修一修你的下眼線 你把它精修一下 然後最主要就是這一塊 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這一塊 這一塊很重要 尤其是眼睛要稍微一次往下 有看到嗎? 但如果你今天的眼睛本來就已經很往下了 那你就不用畫這麼低 OK? 你是要嗎?阿基耶阿基耶將 那如果你今天的眼睛是往上飛的 就非常適合畫這種妝 因為你這樣畫上去之後 你會整個眼睛開始很迷人 會有那種迷蒙的感覺有沒有 OK嗎?很簡單 我們只用Toto用了兩個顏色 一個顏色是這個打底的顏色 另外一個顏色是這個咖啡色的顏色 那你可以選擇 You can choose any color 你可以用這個打底是用一個淺灰色 你甚至可以把這一個咖啡色的眼影變成黑色的 都OK Up to you 選擇你最喜歡的顏色就好 然後呢 我還沒畫底妝 好 很快 那今天我就一樣 剛剛我說了 如果你今天呢 皮膚 皮膚比較乾的人請你用Town Miracle 如果你今天皮膚比較油的 有毛孔的Keyana的人 就是Town Idol 18個小時持妝 如果你今天呢 皮膚是比較像我一樣 有點乾紋 很乾燥 而且需要一點滋潤養分 我喜歡很濕潤的一個皮膚的 我就會選擇 Absolu 好 所以呢這三種 底妝請你自己選擇喔 那我就用Absolu 還是你們想要看我用別的 想看我用其他的嗎 好 那用手就可以了啦 好 我們就輕輕的 而且 上底妝的方式 我很喜歡用拍的 這是Special Tips 如果你今天呢 覺得底妝永遠都化不好的女生 請你記住 先把眼睛下放在一個三角形的地方 Under your eyes the triangle area 把他這樣今天拍 然後呢 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方式 你看喔 還有額頭 我都會用拍的 直接拍 你可能覺得我好像很用力 但是其實我不用 因為我的這個譜 譜嗎 就是什麼 手指 很 很軟 所以呢 就直接這樣拍 很快速喔 而且如果你加上 如果你自己剛剛啊 如果你的那個什麼 嗯 那個叫什麼 你的那個什麼 眼影掉下來 沒有關係 你就用這樣的方式 輕輕的這樣拍 有沒有很快 這樣底妝就化完了 你看我剛剛那個豆子有沒有 我剛剛這個豆子 因為呢 你用推的很難做遮瑕 你如果呢 想要遮瑕遮得好的話 你就用 拍的 越拍 你的遮瑕瑕疵會越少 而且皮膚會越來越亮 你看喔 我這樣子拍 你看這邊拍 跟這邊拍 感覺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也要拍一下 所以我就是用 那你記得喔 我們打底 千萬不要一次把所有的遮瑕都遮完 這樣妝塊很厚 所以你可以先用一個粉底液 用完之後呢 我們再用一個 Cushion 嗨 哈囉 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不能搞笑 我要讓你們看一下 我們的Q Q3 Grooming 來 好 好 Absolute 的Cushion 你看 Absolute 拍上去是不是真的 皮膚會超級好 我好喜歡這個光澤 因為它裡面是真的添加了24K金的一個黃金粉末在裡面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對你自己的皮膚好一點的話 你一定要使用這個Absolute系列 就是我們的精唇系列 它裡面是有含黃金的成分 黃金就是抗老 好 看很快 然後呢 這眼影就是看起來就是 垂垂的無辜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想要裝可愛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事情想要叫你老公買給你 老公我好喜歡這個包喔 嗯 就會買給你了 哈哈 所以不要搞笑一直搞笑真是的 好 然後腮紅呢 記得我們把它放旁邊 Hi Jennifer Jennifer一直在吵我你知道嗎 她一直早上 早上一直在叫我 她跟她 跟她講話但是 喔我很忙我很忙我很忙 我現在還在 你看 我今天直播還是要 我還直播了兩次 Jennifer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真的在忙 你可以等我幫我忙完 我等一下去找你 好 乖 然後呢 腮紅 因為呢這次的Grooving的腮紅 你一定會戴口罩嘛 所以如果你沒有腮紅也沒有關係 那腮紅是稍微就是有點曬傷的感覺 然後把它放在 尤其鼻子 這個部分 要多一點喔 好 我故意畫多一點給你們看 像這樣子一個長條 好那你就用手指把它拍開 或者是用粉底刷 好 把它摔開 看 很可愛 對 接下來呢 唇膏 隨便選一個你喜歡的唇膏 嗨 Irenis 你也來啦 好 陳高 我現在插的這個是 Mademoiselle 小姐姐 236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 QCGrooving剛才來 但是 不要忘記 因為 我不用畫 哈哈 請你們 記住 這是重點喔 Nana Nana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請你一定要畫這個 雖然戴口罩 別人看不到 婷婷 幫我截圖一下 有嗎 解好了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很重要 好 我們的Q3 Grooming guideline 你看不管近看遠看 而且我花的時間非常快 你們很漂亮 而且真的很無辜的感覺對不對 今天呢 你就是要裝可愛 要有Doggy Eyes 要覺得 小狗 就是 很可愛 然後呢 你們上班的時候 就把口罩戴起來 辛苦大家了 口罩戴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你好 歡迎光臨南蔻 你好 歡迎光臨南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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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就是會微笑 真的你的眼睛是在笑 然後眉毛很重要 眉毛 sorry 眉毛請你們就是 要畫平 平一點 把它平平的畫上去 這樣看起來 整個人看起來精神就會很好 而且會看起來比較年輕 年輕個十歲喔 好 然後呢 今天這個Grooming guideline 重點還是在於 如果你今天上面 你喜歡有眼線的人 你可以加一個眼線 那如果 如果呢 你不喜歡有眼線的人 你就直接像Vick老師 這樣子畫 畫完這樣就 很簡單對不對 看起來就 而且你今天呢 把它拿起來看 我都不會沾我口罩 我用Absolu都不沾口罩 你就知道我多厲害 這是唇膏喔 但是我的底妝都不會沾到 好 所以呢 看一下 OK嗎 要裝可愛 嗯 好 好了 算了 嗯 不要再搞笑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Q3 Grooming guideline OK 謝謝你們剛進來的朋友 剛剛的直播已經結束了 只是我現在在 讓大家可以更看清楚一下我的彩妝 這一次的Q3 Grooming guideline 這一次的Q3 Grooming guideline I hope you guys enjoy And I hope you guys love the Q3 Grooming guidelin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ye Bye OK OK